阿龍的攝影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彥宇 我在7月31號 會發行我的個人首張EP 包括陌生的地方 還有大場地 大格線外的概念 風格既然不同 但是都非常的好 那我今天來到這個場地 就是阿龍的攝影棚 對 龍哥的攝影 那我在這邊拍攝我陌生的地方的MV 那這個陌生的地方 就是 就是變大草皮山 就是尋找自我的感覺 那這首歌呢主要是在傳達一個 就是 未來其實都是陌生的 會發生什麼事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它 然後放下過去的一些狀態 然後繼續勇敢的往前走 是我想要傳達的一股證明力 這首歌 這首歌是在一個MV的陷阱之一 就是我們 彈琴琴琴咖 它是彈琴小提琴 對 小提琴不是也是你的專長 對 這把是我的 這把 它的年紀有多 喔 所以那把是你的喔 對 那把是火節傳承的 真的假的 超酷的耶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彈琴琴 對 這個 這談戀愛的意思就是 對 彈琴又多愛 彈琴又多愛 我飛到陌生的地方 不再妄想 那一刻屬於你我的天堂 早就遺忘 可是我的肩膀 還殘留誰的傷 曾經靠著來著 黏著不放 那剛剛 在開始Action前 偷拿了一個秘密武器 演藥水 就是一個 有點泛淚光的感覺 沒有自己加戲 想說一個 來到陌生的地方就是 就是 因為我的演技還沒有成熟 所以我到可以三秒落淚 所以導演的TEMPO 又讓我做墨褲 所以我很難培養情緒 靠他 不過我是真情流露的在表演 因為昨天眼睛已經戴太久 現在有點眼睛乾掉 所以需要 有點要求的 就是 濕潤一下 沒有啦 其實我是真的 眼睛太乾 小心 小心 太貴了 打到後面 在煮旁邊吃 沒有啦 現在 已經到蠻久了 這回要上頭了 不好意思 嗯 趕快去吃啦 好 吃飯 來 剛剛是床戲的舞台 剛剛 在拍一個 床戲的舞台 就是 沒有十八鏡的東西 對對對 非常的clean 就是 人家才十五歲 知道不會快 對 就是我們第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意境的呈現 並不是真的有什麼劇情 好 會不會到陌生的地方 住一道牆 住一個不太想起你的家 聽著流浪 話不完的 那幅畫 就好好的收藏 埋在最深的地方 最熟悉 你却陌生的地方 你却陌生的地方 不再妄想那一刻 属于你我的天堂 早就遗忘 可是我的肩膀 还残留谁的伤 曾经靠着来着念着步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